为了成为豪门儿媳 她故意将睫毛高涂在允珠身上 此举恶的允珠十分恼火 很难相信眼前的女人不是故意的 秀珍毫无诚意地道着歉 不懈地拿出钱赔付干洗费 而她之所以这么嚣张 都是因为允珠跟她所爱的人 成俊正在相亲 在秀珍眼里 成俊就是改变她贫穷命运的男人 南州集团的长子 毕竟是豪门 出手也扩着 送给秀珍的包包 必须是五个W起步 这让一直生长在贫穷人生中的秀珍 更加想要成为豪门儿媳 对成俊的安排她言听计从 让她出现就得出现 让她离开就得离开 可时间一长 她也不甘心做成俊的背后的女人 虽然平时靠着给富人们 当世衣模特赚点生活费 但她一直幻想着自己会像豪门阔态一样 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过着不用思考钱包的富裕人生 直到允珠的出现 让她的豪门梦直接破碎 在允珠妈的墙壁下 允珠不得不乖乖听话去相亲 为了搅黄相亲 允珠故意在动物医院待了好几天 惹得一身马胃 以此造成不好的印象 让成俊放弃 可谁曾想 成俊却觉得这样的允珠十分单纯可爱 不仅看对了眼 还约好下一次的约会 尽管允珠心里不太愿意 想着当朋友交往也不差呀 回家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 可妈妈听后却勃然大怒 眼睛里透着对允珠的嫌弃和憎恨 允珠反复问妈妈为什么非要逼自己结婚呢 可妈妈总依女搭当婚的理由 搪塞允珠 可允珠才27岁呀 都还没有恋爱过 就直接结婚 这样的人生也太没趣了 尽管允珠反复强调自己不想结婚 可妈妈完全听不进去 就在爸妈的一次吵架中 允珠才知道自己喊了27年的妈妈 不是自己的亲妈 站在门口的允珠听了一清二楚 他猛的才明白 妈妈为什么逼自己结婚的原因 原来自己不是他亲生的 难怪家庭相册上 没有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 全是弟弟的照片 喝牛奶也只有弟弟的份 就算是下雨天 妈妈也从来不会接自己放学 现在他终于明白 妈妈为何要逼自己结婚了 就是想把自己赶出家门 用结婚当借口 眼下的允珠 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十分好奇 这27年他过得好吗 会想起还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吗 而令人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允珠的亲生母亲 竟然是秀珍的妈妈 通过前辈的帮助下 允珠顺利获得了妈妈的信息 妈妈的名字是郑顺静 开了一家家庭旅馆 离婚后 一直和两个女儿秀珍和秀雅相依为命 听到这些消息 让活了27年的允珠 头一次感受到万幸是什么感觉 还好妈妈还活着 顺静的小女儿秀雅 在看一档寻亲节目时 痛斥电视中的 妈妈怎能狠心掏弃自己的孩子呢 这话让顺静不禁打个冷战 一不小心还把手指扎伤 一旁的姨妈赶紧帮忙查看 两人十分清楚当年的事 如果不是狠毒的 婆婆用喝好子汁逼他们分手 顺静也不会在分手后 才可以察觉自己怀孕了 迫于家里的压力 和村子里的议论 她才把墙堡中的允珠 送给允珠爸抚养 让顺静的心头 不禁思念起那个女儿 新妈妈对她好吗 会把现在的妈妈 当成亲妈妈吗 每每想起这些 眼泪就会在眼眶里打着转 命运的无奈写满了脸上 顺静想让秀真去相亲 这次安排的是中学教师 家庭又好 还是铁饭碗 但秀真死活不愿意 就只是家境过得去的人 她压根看不中 妈妈对她这种虚荣 又拜金的思想无力吐槽 也不看看自己的家庭 天天就在那做梦 这泼辣的性格 让顺静实在招架不住 搞不懂女儿为什么一天到晚 就只会做灰姑娘的春秋大梦 这边的允珠和成俊 经过好几次的约会 终于确定了要结婚的心意 两人约着一块去看公演 无意被秀真见到 她立马打电话给成俊 可成俊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曾经就说过 该出现时才能出现 秀真看着他们甜蜜的约会 心中那个嫉妒 那个恨啊 脑海里反复问自己 成俊身边的人 为什么不可以是自己 自己付出的情感 就要被无视吗 待成俊送允珠回家后 她立马要秀真出来说清楚 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 她气愤地拉住着秀真 却发现她早已泪流满面 一股钻心之疼涌入心头 她喜欢过她 可父母之命 逼迫他们的感情戛然而止 秀真不想结束 她无法像成俊那样冷静地整理 可这样的纠缠 只会让成俊说出 更无情的话来伤害秀真 要到那种地步吗 回来后的秀真因伤心过度 发起了高烧 想起马上就要结婚的他们 她就会急火攻心 暗自发誓 绝不可以让他们结婚 为了豪门而喜的富裕人生 她再次接近成俊 借着吃分手饭的理由 求她多陪下自己 看着她为感情傻傻的样子 成俊也不好意思回绝 吃完这顿饭 就好聚好散吧 就在她出去买水之际 秀真偷偷看了她的手机 记下了允朱的电话 为了成为豪门婚礼的新娘 就算成俊花十亿让她离开 她也不会轻易放弃 豪门而喜的位子 表面她暂时收下这笔居款 转身便故意在成俊的车内 留下耳环 制造误会 很快 允朱便发现了 当她问这是谁的耳环时 成俊立马灵机闪现 说是家里姐姐的耳环 单纯的允朱完全相信成俊 都快结婚了 是不会欺骗自己的 就在秀真以为可以用这样的计谋 使他们感情拓劣时 秀牙偶然发现抽屉里的一个信封 好奇的她打开一看 差点把下巴要掉在地上 这后面是有多少个灵啊 她偷偷告诉妈妈自己的发现 家里突然飞来一笔巨款不觉得奇怪吗 顺境立马拉着秀真 拿着支票让女儿解释 可秀真的嘴硬得很 谎称这是自己当模特的广告金 笑话妈妈没见过这么多钱吗 可顺境怎么看都觉得不妥 如果是收到广告金 完全可以大方地告诉家人 为什么要隐瞒呢 这笔钱肯定来路不明 姨妈猜测顺境 把女儿想象成那样的女人 为秀真说话 就不能往好处想了 有有钱的男人喜欢秀真 是好事啊 可顺境害怕女儿出卖自己收了污水钱 那样的男人有几个是 跟着结婚的目的去交往的 会真的跟秀真结婚吗 在妈妈的一再逼问下 而秀真也不再隐瞒 直接告诉妈妈妈 一个不会跟自己结婚的男人交往 这话让妈妈的血压直升到200 女儿怎么如此不要脸 明知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 为何要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 在一棵树上吊死 秀真根本不顾这些 自己已经穷了快30年了 再也不想错过这么好改变人生的机遇了 豪门儿媳才是她的终极目标 成俊收到秀真退回来的支票 这样秀真又有一次见到成俊的机会 她摆出一副苦恋花的样子 声称金钱是无法衡量她对成俊的情感 让她收回去 可这对于男人来说 给出去了哪有收回的道理 见成俊脑了 秀真勉为其男收下 却当着成俊的面 一片一片的撕下 秀真这么做 就是在反复向成俊提醒 娶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女人 是抵不过自己对她的爱意 只有让成俊明白自己的真心 才能让她回到自己身边 为了继续拆散他们 秀真特意来到马场 以学习骑马为由 准备司机接近允珠 就在她又一次看到成俊和允珠在一起时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故意给允珍发了一条匿名短信 就不信他们短短相识十天的情感 能大过自己对成俊五年的情感 秀真故意将之前掉落在成俊车上的耳环图片 发给允珠看 允珠愣了许久 立马想起那日自己捡到的耳环 与短信里的图片一模一样 可成俊说是她姐姐的 难道她有其他的女人 还对自己有所隐瞒 允珠无法专心工作 满脑子都在想那个耳环跟短信的事 还把注射的药物给弄错了 直到同事提醒 她猛的才发现 却将药瓶不小心掉在地上 突然的砸碎声时 马受到了惊吓 跳到两米多高 允珠本能的闪躲不慎摔倒在地 扭伤了手腕 成俊得知允珠受伤 立马捧着鲜花看望 可她的鲜花不是送给允珠的 而是送给未来丈母娘的 还未完婚 就哄得丈母娘心花怒放 成俊的到来 让允珠受宠落惊 只是受点小伤 就立马受到关心 还说好以后的上下班成俊会来接送 这样的关心举动 会让大多单纯的女孩都会陷进去 允珠也深感其中 不管是上车还是下车 成俊都会细心地拉开车门 轻轻扶着允珠 生怕她的手腕用到力了 这种暖心又绅士的举动 让允珠是有负担的 因为之前的耳环和短信的事件 让她心里产生了怀疑 成俊以前是怎样的 借着这趟功夫 允珠直接问了成俊 问这样的问题 让成俊心里咯噔一下 她已经猜到是秀真在搞鬼 并明显感觉到允珠心中的不安 既然两人要结婚 她决定坦白 可这样的回答 也没能让她安心 但她也没有将短信和耳环的事告诉成俊 单方面认为是另一边还没整理好吧 成俊里吸引珠现在的心情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允珠不要想太多 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允珠想起成俊对自己的各种细心 不应该再怀疑成俊 既然她说都整理好了 就应该相信她 于是她立马删掉短信 成俊刚回到办公室就收到秀真发来的短信 经过刚刚允珠的事 成俊有必要再次给秀真警告 秀真以为成俊不会那么无情的 可等来的却是成俊的直截了当 结束吧 以后别再见面了 说完就离开 多待一秒都觉得是在浪费表情 留给秀真的只有成俊离开的背影和无情的恨意 允珠装成租客来到亲妈家 还特意买了蛋糕来 亲妈就在眼前 允珠不敢喊妈妈 让顺境羡慕别人家的女儿乖巧又懂事 自家的臭丫头能有允珠一半的懂事就好了 亲妈看到允珠手腕受伤 要比她涂药膏 还细心地帮她夹菜 这些举动都触动着允珠的内心 而假妈妈看到允珠受伤的手腕 只担心她能不能出席典礼 根本不会问她痛不痛 她这才明白妈妈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而顺境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苦苦思念27年的女儿就在眼前 她却一点都没认出来 不安分地秀真 不接受成俊这样的结束 偷偷来到允珠工作的地方 意外得知允珠未结婚 准备了二天一夜的单身欢送会 秀真立马心生一计 秀真要求成俊陪她分手旅行 刻意入住允珠举办欢送会的酒店 她缠着成俊陪她去酒吧坐坐 故意朝着允珠的方向打碎玻璃杯 允珠定睛一看 那不是成俊吗 她不是说这个周末去打高尔夫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身边的女人又是谁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她瞬间大脑空白 她立马冲到洗手间 不是说可以相信她吗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随即她拨通了成俊的电话 齐尔听到心爱的人向自己撒谎 这是多么无语的事 之前建立起的信任在这一刻完全崩塌 允珠完全傻了 贪坐在床上发呆 此时的秀真没等到允珠找上门来 也没见允珠打电话过来吵架 于是她直接背着成俊拨通了允珠的电话 这样的通话 直接整傻了允珠接连两次的重创 让允珠伤心欲绝 而此时的秀真就坐等着看戏 相信自己这么一闹 成俊迟早要回到自己身边 允珠不知如何是好 她看着手中的婚戒 这段感情一开始就有欺骗和隐瞒 这枚婚戒带着太沉重了 于是她果断断舍离 取下了这枚十颗拉的钻戒 第二天一大早 她亲眼看到成俊和秀真的离开 此时允珠心意已决 事实摆在眼前 没必要结这个婚了 她直接向爸爸说明不想结婚的原因 可妈妈却在怀疑允珠是不是听错了 允珠委屈的不行 难道自己不想结这个婚吗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举办婚礼了 该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自己要结婚的消息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愿意取消婚约 知晓一切的爸爸 立马找到成俊 她不听解释 质问成俊有女人的事是否属实 成俊承认 在认识允珠前就有一个交往的女友 但不是奔着结婚去的 已整理好那段关系 老丈人一听 立马火了 既然整理好了 为什么还一起去酒店 成俊无地自容 她迫切的解释 是为了做最后的了断才去的 一切都是她的错 自己会向允珠解释清楚 可现在的允珠对她避而不见 妈妈逼允珠不管怎样 还是要去拼尽成俊的解释 毕竟她是奔着了断才去相见的 但在允珠心里 她无法原谅成俊的背叛 过不了自己的关 疯狂的擦地板释放压力 成俊终于在允珠上班的地方堵到了她 她极力解释 喝允珠没有原谅的意思 还有几天就是结婚典礼了 还跑去酒店 真当自己好欺负吗 这件事 谈不上原谅 直接取消婚约吧 心灰意冷的成俊 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允珠 接着酒精 直接跪在爸爸面前 爸爸火猫三丈 才知道是未来儿媳 亲眼看到儿子和别的女人在酒店里 爸爸立马瞄懂事态的严重性 急切地问成俊 有没有干那种事 成俊迟迟回答不了 自己干了丢脸的事 已无话可说 直接向爸爸跪下 默认了一切 气得爸爸直接操起了家伙 甩了过去 成俊的头立马出血 爸爸立马命人定下了一辆百万豪车 当作陪礼要送给允珠 成俊爸放下会长的姿态 诚恳请求允珠能给成俊一次机会 还拿自己当例子 已是年过半百的他 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何况成俊现在还是年轻的时候 偶尔的不理智给允珠造成了伤害 都是当父亲的错 听着长辈给自己道歉 允珠的压力被增 尽管成俊爸说的在理 可自己的婚姻容不得成俊的背叛和欺骗 见允珠心意已决 成俊爸也不再继续 当着允珠的面 果断取消了刚定下的好车 成俊妈把取消婚姻的怒火 都抛给允珠妈 自己家人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还要坚持退婚 万一哪天允珠后悔了 他绝不接受这样的无情儿戏 比起成俊妈的怒火 允珠妈更难受 他比谁都心急这桩婚事 跟情敌的女儿生活了27年 好不容易逼到女儿出嫁 可现在却结不成了 他比谁都恼火 终于把自己给气病了 他现在一看到允珠就会难受想吐 允珠想照顾他 天天不让 硬是喊来阿姨服侍他 允珠知道妈妈不想看见自己 逼自己结婚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不想再跟爸爸初恋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了 自己在这个家 对允珠来说分分钟都是窒息 他走回房间 开始打包自己的行李 也许自己的离开 能换来允珠的宁静 他来到亲妈的旅馆 以租客的身份在这里生活 却没想到 竟偶遇暗恋自己的姬郡 却不知姬郡就是成郡的弟弟 这对姬郡来说 简直是在做梦 之前得知允珠要结婚的消息 他觉得天都要塌了 现在仿佛重新活过来了 就在亲妈为允珠举办欢迎派对时 转个身边看到秀珍 他完全不记得这个 往他身上乱涂结毛高的新鸡女 还有好的介绍自己是新搬来的租客 看到允珠出现在自己家里 秀珍完全傻眼 害怕自己看错 还跑去翻允珠的微博 渐渐反应过来 自己真的搅黄了他们的婚事 可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威胁在身边 秀珍每一天都如坐针毡 惊慌失措地观察着允珠的一切 不敢表露声张 成军越想越不对劲 他和允珠一直好好的 直到秀珍得知自己结婚的消息后 秀珍反而不正常 莫非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婚对象是允珠 才会接二连三地纠缠自己 他立马约秀珍 要验证心中所想 当他质疑秀珍为了搅黄自己的婚事 刻意纠缠自己时 秀珍极力搅念 拿自己的人格做担保 说自己是如此的深爱欧巴 怎会忍心伤害欧巴和那个女人呢 为了让欧巴相信自己 他竟然直接冲向江水 以死自证清白 成俊着急救人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秀珍故意为止 虽然成俊从河里把秀珍捞了起来 但此刻他的内心十分讨厌 一直与自己纠缠不清的秀珍 秀珍费尽心思想让成俊回心转意 可成俊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而成俊一直不愿娶秀珍 不仅是因为秀珍穷酸的身份和家境 更因为他对允朱情有独钟 只有他让他产生了要结婚的想法 可现在都被秀珍搞砸了 心里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 秀珍和妹妹一起吃着泡菜年糕 还没开始吃 一股恶心涌上心头 这样的反应让他慌了 他急忙跑去卫生间测试 鲜红的两条杠说明了一切 就是那晚分手旅行的结果 秀珍完全慌了 还没结婚就怀孕了 要怎么办 本想用死来换回成俊的心 可他已经厌弃了自己 冷静之后 他来到医院检查 孩子已经有五周了 他站在江边把自己放空 也许这个宝宝是上天给的礼物 他试图与成俊见面 可承俊看完秀珍要见面的信息 直接删掉 他只好将孩子的避抄罩发过去 承俊才愿意见他 男人的决绝毫无征兆 承俊一开始就没把秀珍 当成结婚对象交往 就算有孩子了 也改变不了什么 秀珍哭求着承俊 不要这样对自己 而秀珍越是这样死缠烂打 只会让承俊对秀珍更加残酷 秀珍完全没有想到 承俊会无情到如此地步 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扼杀掉 秀珍这下彻底地感受到 心痛至极是什么滋味 承俊气愤至极 对着办公桌一顿发泄 气秀珍当初 为什么不拿着十亿离开自己 还要一直纠缠自己 更后悔那一晚自己所做的蠢事 承俊妈梦到一只小鹿 跑到自己怀里来 兴奋地告诉女儿 这肯定是胎梦 一定是女儿要生二胎 女儿不信 这年头还有哪个蠢女人会生二胎呀 承俊妈还把自己做胎梦的事 说给老伴听 正吃着饭的承俊已无法下咽 他再次一起秀珍不愿打掉孩子的事 我爸呀 生命呀 于是他决定再拿出十亿根机票 这次他要亲自送秀珍上飞机 跟他一起把孩子打掉 在承俊看来 秀珍迟迟不愿打掉 除了不想残忍地杀掉一条生命 更多的是想拿孩子来抓住自己 而秀珍却不愿承俊这样误解自己 从认识承俊的那一刻 自己就已经对他死心塌地 只是横在他们中间的是身份和家境的悬殊 承俊不想再听这些让人烦心的话了 说完明天的约定时间就离开了 秀珍没能挽回承俊的心 只好登门拜访承俊罢 他将已怀孕的事如数告知了会长 没想到会长的决定令他大惊失色 此时的承俊还在机场等着秀珍的出现 会长知道儿子要打掉自己的长孙 早已气到怒气甜胸 此时承俊打来催促的电话 爸爸一把抢过来接听 会长臭骂了一顿承俊 既然不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为何要做不负责的事情 承俊不想因此时毁灭自己在爸爸心中优秀的形象 请求爸爸让自己处理 还说那样的女人 不管是身份还是地位 都是跟自己不相符的人 这话让爸爸听着更火冒三丈 爸爸虽然知道秀珍就是搅黄了承俊和允竹婚约的罪魁祸首 但毕竟是自己儿子做了错事 就该承担起责任 不管秀珍有没有怀孕 都要对他负责 于是 他深思熟虑了之后 吩咐老伴准备婚事吧 承俊妈听得一头雾水 在得知搅乱儿子婚事的女人要成为自己的儿媳时 绝不允许这样的女人进自己家门 而承俊也不想结这样的婚 他憎恨秀珍的肆意妄为扰乱了自己的人生 面对眼前的秀珍 承俊妈不想废话 不是劝说 而是命令秀珍打掉孩子 留下孩子只会更加不幸 秀珍既然打算来见婆婆 自然是要为自己争取 要用孩子来牢牢抓住的承俊 才能彻底飞上枝头变凤凰 承俊妈更为火大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搅黄了儿子的婚事 还想利用孩子来上位 门都没有 气得成俊妈直接冲到秀珍家 却没想到这里既然是激进激素的家 她直接冲进去 对着秀珍妈就开始兴师问罪 是怎么管教女儿的 怀了我家的孩子就想着抓住不放了 还说豪门事不会允许没身份 没地位 没学历的女人嫁进来的 这个气坏了秀珍妈 在财阀面前 她穷的就只剩下这一身的骨气了 秀珍妈伤心欲绝 气女儿为什么要贪心 非要去爬不上去的树 更气自己怎么一点都没发觉 她胃口不加是孕吐的反应 会长得知老伴去秀珍家大闹了一场 把老伴训斥了一顿 儿子做错事 当妈的还要去怪罪别人 自古以来都不允许颠倒是非 深感罪恶的会长 第二天约见了秀珍 让她从现在起 就直接改口 别喊会长 喊爸爸 并递给她一个信封 公公知道她的家境不好 拿不出像样的彩礼来 在这个信封里 她放了足够的钱 秀珍百感交集 她越发地感觉自己拼命留下 孩子是正确的 对公公的好意更是感激涕零 而此时的成俊 挂着一张苦瓜脸 被逼着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 她厌恶至极 可是她又不敢违抗爸爸的命令 只能痛苦地接受这一切 成俊妈干不过老伴 没能说服老伴放弃儿子和秀珍的婚事 只好硬的头皮再次来到秀珍家商议婚事 她明知秀珍妈拿不出来像样的嫁妆 竟让女方准备百万嫁妆 才能趁得起车是家族的地位 就在成俊妈刁难秀珍妈时 刚好下楼的姬俊听到了此事 这才知道 哥哥要结婚的女人是秀珍 她立马将此爆炸新闻告诉允珠 允珠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秀珍就是那个和成俊出现在酒店的女人 自己也因此而取消婚约 而姬俊不知道的是 跟她交往的允珠是哥哥的前位婚妻 秀珍不想让允珠告发自己的恶行 利用允珠的善良 特意约她喝茶 她向允珠坦白 照片和短信事件是自己干的坏事 但当允珠问她那个电话直播的事实 明明是她做的 她却矢口否认 而允珠也正是因为电话直播的事件 彻底取消了和成俊的婚约 秀珍为了让允珠原谅自己 跪着求允珠能不能看在肚里孩子的份上 不要将一切告诉成俊 如果是那样的话 自己就结不成这个婚了 肚里的孩子也就没有爸爸了 允珠此刻的内心是极无奈又心酸 她无法对一个已怀孕的女人产生坏的想法 外加上秀珍是自己的亲妹妹 允珠更加无法责怪她 只能选择原谅 贫穷的女儿要嫁到富豪家 最担心的人是妈妈 她明白女儿在那样的势力家庭里生活 肯定会遭到婆婆的冷眼相对 她别无她求 只求成俊别让秀珍感到孤单 尽可能地呵护好秀珍 别太受委屈 对不起 允珠回到门口 看到这辆熟悉的车 她瞬间反应过来 这车是成俊的 当她看到秀珍和成俊震震出来时 吓得她立马藏起来 她答应过秀珍 不会将此事说出来 作为姐姐 她希望妹妹能获得幸福 明知秀珍在之前总会时不时地问自己 和姬俊发展得顺利与否 还会问自己对姬俊的家庭了解多少 原来她早就知道 姬俊就是成俊的弟弟 一直隐瞒着 才会如此处心积虑的试探 可现在 允珠被妹妹抢走了未婚夫 如今却爱上未婚夫的弟弟 这是多么荒唐的事 和姬俊相处的那些美好 会让这个爱情有结果吗 被车视家族退婚的允珠 会被重新接受吗 她没有信心面对这一切 姬俊因为不听会长的安排 已经被会长从家里赶了出来 要是再让会长知道 与大儿子取消婚约的允珠 跟小儿子相爱了 他们会怎样 她不敢想象 选择将这份爱情藏进心里 要与姬俊分手 可天有不测风云 仍有旦夕或福 允珠的爸爸再一次工厂火灾中 被柱子砸中脑固 昏迷不醒 姬俊得知恶耗 随即赶往允珠身边 此时的允珠伤心不已 一直引以为傲的 爸爸突然倒下 整个人已完全傻掉 鸡俊将此噩耗告知了秀珍嘛 但她完全没想到的是 躺在医院的允珠爸 就是自己的初恋 更没想到允珠成为这里的租客 就是为了找妈妈 秀珍还没嫁进豪门 婆婆就命她每天学习料理和家务 就在她欣然接受婆婆的安排时 突然觉得肚子一阵疼痛 还好没被婆婆发现 不放心的她 立马赶往医院 可不幸的是还是发生了 孩子已经掉了 她急切地求医生救救她 可现在一切都迟了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如果让婆婆知道孩子已经没了 肯定不会让自己嫁进来 于是在闺蜜的建议下 她不打算说出了此事 反正下周六就要结婚了 先嫁进去后 再想办法怀孕 贪婪的心早已蒙蔽了她的心智 可她却不知的是被隐瞒的事 总会有败露的一天 家世贫穷的媳妇还未过门 婆婆就开始各种折腾 令她用冰水洗章鱼 一连几日的折腾 加上刚小产不久 让本就体质不好的袖珍 看起来更憔悴 而婆婆却没看出来 而是被回家的公公 发现了异样 公公则问老伴是不是越待她了 脸色那么不好 难道看不出来吗 老伴还不以为然 还说穷人家的女儿没那么金贵 做点家务不至于累倒 根本没当回事 儿媳做完了晚饭 不能立马回桌吃饭 要等婆婆发话了 她才敢动 公公发现了老婆子又在刁难儿媳 立马吩咐儿媳回位置 还特意交代婆婆给儿媳定点补药吧 脸色看着就不好 她肚子里可是怀着车室家族 第43代长孙啊 秀珍吓得一声冷汗 生怕被他们看出来了 回到家的秀珍躺在地上嗷嗷叫 秀雅看着不对劲 喊来妈妈瞧一瞧 妈妈问她是不是被婆婆欺负了 她直呼没有 还让妈妈出去自己要好好休息 她本想对妈妈说出自己已流产的事 但转念一想 如果婆婆抓住流产的事 她肯定会来家里大闹一场 秀珍现在只祈祷着自己的身子能快点复原 好再次怀上孕 一群医生急忙跑去重症病房 允珠和妈妈看着医生们跑起来 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一直在祈祷着爸爸没事 可善良的人的命运总是悲惨的 医生们拼命抢救 还是没能救回爸爸 走得太仓促了 都来不及好好孝顺就离开了 秀俊第一时间赶去吊丧 允珠看到秀俊的到来 眼里满是感动 他把自己当成主家人 主动帮忙招呼宾客 在允珠最伤心 最绝望的时候 时刻陪伴在身边 秀珍妈来到吊宴大厅 当他找寻徐忍珠的名字时 无意看到徐海震的名字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回过头又看了一次 那上面确实写着初恋的名字 瞬间觉得天旋地转 快要站不住 强大的寻找心支撑着他的身子 心里反复告诉自己 有可能是同姻同姓 可就在这间丧房 初恋的照片就挂在大厅中间 看到这一切的顺境 再也忍不住 师生颜面痛哭 是他 真的是他 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 他就去了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女儿允珠就在身后 这一时 这一刻 百感交集 怎么自己才知道这一切啊 两母女之间 这短短的几步 却走得如此沉重 27年的日思夜响 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却不曾想 这一刻的相距又是如此的悲惨 没想到 两母女时隔27年的相距 竟然是在爸爸的葬礼上 悲惨的命运真教人无奈 顺境这才知道 允珠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瞒着爸爸找妈妈 本想最近要说明 可看到 妈妈一直在为秀珍的婚事 忙前忙后的 就想着等秀珍结婚了再说 可没想到 爸爸突然意外离世 来不及说出来 此刻的 顺境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愚钝 女儿就在眼前 相处了那么久 都没感觉出来 自己真是个罪人妈妈 这感人的一幕 恰巧被鸡俊看到 出病的那天 允珠伤心欲绝 鸡俊一直跟在允珠身后 送允珠爸最后一场 看着允珠的背影 她的心同允珠的心一样痛 不能替代她的伤痛 那就一同感受伤痛吧 至少要让她的身边还有自己 允珠有话对鸡俊说 他侧着身子 不敢看鸡俊的眼睛 做了反复的心理铺垫 还是说出了我们分手吧 因为妹妹嫁给了鸡俊的哥哥 所以要分手 这样鸡俊很不理解 虽然这问题很复杂 但不至于要跟自己分手吧 允珠自始至终都没敢 对着鸡俊说出那个原因 尽管鸡俊一再要求允珠相信自己 不要分手 自己会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般爱她 可允珠依然狠心地逼自己断舍 婆婆问她 怨徒反应大不大 吓得她一哆嗦 战战兢兢地 说月份大了后 比之前好多了 此时大姐喊雍人盛一碗汤 婆婆立马要秀珍去做 还说这些事都是做儿媳的分内事 秀珍立马起身 却被公公拦下 斥责的老伴 干嘛老是要使话儿媳 家里又不是没有雍人 这可惹得老伴气不过 婆婆管教儿媳是婆婆的分内事 当公公的装作不知道就好 非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家的公公堂儿媳 秀珍不想公婆吵起来 又准备起身 却再次被公公拦下 让她坐下吃饭 别理婆婆的脸色 吩咐佣人去盛汤 可见公公有多么重视秀珍肚里的孩子 很快 秀珍和成俊举办了婚礼 而她的怀孕计划也再次的开始 还不知道儿媳已经流产的公公 为了让儿媳做好胎教 特意买来孕妇们 看了书 老伴看到后 感叹真是活酒见啊 管得真宽 公公可不管老伴怎样看待她 她反复强调 秀珍肚里的孩子 可是车氏家族 第43代长孙 肯定的好好胎教 公公越是这样 对自己肚里的孩子好 秀珍越是如坐针毡 结婚已经一个多月了 设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她看着手机里的姨妈记录 又到了姨妈问候的时候了 这天是秀珍去做产检的日子 为了这个月能蒙混过关 她假装跑去医院 其实是向闺蜜求助 就在她犯难时 闺蜜让她跟平常一样回家 她会来搞定 就在傍晚 秀珍早早地在门口等候 终于等来了闺蜜的出现 闺蜜直接递给她一张地抄照 解了秀珍的燃眉之急 回到家后 秀珍主动拿出这张照片给成俊看 成俊感到神奇 小小的生命开端竟然是这样的 秀珍这个月算是蒙混过关了 可下次产检怎么办 瞒不住的秀珍直接跟闺蜜合谋 自爆自己流产的消息 婆婆得知此消息 肺都要气炸了 本来因为秀珍肚里的孩子 一直忍着怒火 要是早知道儿媳会流产 当初肯定不会让她嫁进来 对着秀珍假扮可怜兮兮的样子 一顿数落 心中的怒火无处消散 所有人都被秀珍的演技给欺骗了 毫不知情的成俊一直维护着秀珍 拦着妈妈不让她责怪秀珍 还说这个时候最伤心的人是秀珍 殊不知 最开心的人也是她 自爆流产的时候 秀珍也轻松不起来 就在她新婚的这段时期 原本要分手的允珠和姬俊 却分不了 姬俊始终都搞不明 白允珠要分手的原因 就在她询问允珠的闺蜜认真后 她才知道与允珠退婚的人是自己的哥哥 才明白兰在允珠面前的不只是现实 还有世俗的眼光和唾沫心子 得知原因后 姬俊义无反顾地回到允珠身边 大不了自己跟家里断绝关系 她曾经就说过 如果自己的生命中没有允珠 那将会是没有意义的生命 而允珠在跟姬俊说出分手后 家里突遭变故 爸爸突然离世 欠下一大笔拒债 追债人把他们名下的财产全部拿走 允珠一家瞬间一无所有 为了照顾养母和弟弟 她必须坚强 每天要打两份公财足以支撑 虽然有时候自己会想念姬俊 但她告诉自己 现在不是她儿女情长的时候 家里的变故不能让自己拥有爱情 而就在这天 允珠工作时 味道流鼻血 就在她独自处理时 姬俊突然出现在她身边 一瞬间她不知所措 姬俊化做霸道总裁的样子 不允许允珠动 而此刻允珠的心在也逃不出姬俊的心房了 姬俊知道他们在一起会存在很多问题 她有信心处理好这一切 允珠需要做的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姬俊和允珠的复合 对于秀珍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 她害怕允珠会揭发自己干的坏事 这一下让秀珍更慌了 这天是妈妈的生日 顺境让孩子们都回来 当秀珍知道她的小叔子 姬俊也会来时 她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一直以来姬俊和允珠在一起后 就成了她心中的刺 她快速让允珠过来这边私聊 她小声地问允珠 让自己担心受怕的生活还要过多久 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如果成俊过来了 要怎么办 秀珍害怕的要死 认为允珠就是 为了报复自己 才会跟秀珍在一起的 为了自己的生活不被搅乱 她拜托允珠离她的生活远点 更不要跟自家的小叔子在一起 尽管允珠反复保证自己 不会告发秀珍 可秀珍依然不信 而他们的争吵都被刚回来的秀珍看到 秀珍切耳听到秀珍不要允珠跟她在一起 还听到秀珍说自己的婚姻 要是过得不幸福 那都是允珠带来的厄运 只要他们在一起了 就注定会将家里搅得天翻地覆 秀珍没上前 当面对峙 看到秀珍的另一副面孔 她更加明白允珠选择跟自己在一起 要遭受多么大的阻力 而她通过此事 也了解了嫂子的为人 待派对结束后 她直接约嫂子的出来 毫不避讳地告诉她 已经知道拆散允珠和成俊的婚约就是嫂子干的 在和允珠还没交往的期间 以倾听者的身份 听她讲起过那个照片和短信的事件 积俊现在看来 不仅是照片和短信的事件 还有那个酒店里电话直播的事 也是嫂子干的 虽然没有证据 但积俊认为这一切都是嫂子故意为之 秀珍无话可说 她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做过 只能用公婆钥匙知道 积俊跟大哥退婚的女人在一起了 肯定会要她们分手 可这些难道积俊没有考虑吗 自己和允珠的事 不该是嫂子该管的 不管爸妈的态度是如何 自己是不会跟允珠分开的 明确警告嫂子 最好安分一点 允珠做不到的事 她可以做到 从现代起 她会好好守护在允珠身边 不容任何人伤害她 秀珍心里恨允珠恨得要死 该怎样才能阻止他们呢 成俊因工作繁忙 没去给岳母过生日 爸爸特意交代她 隔天一定要亲自上门致歉 并要送上上等的含牛排骨和礼祭 这样的安排 惹得老伴吃起了 想当年岳母过生日时 也没见老伴大方过 感叹跟老伴的婚姻 真是越过越没意思了 而公公这么做 都是为了让秀珍心情好点 才能尽快怀上子嗣 秀珍和成俊来她妈妈之前 她特意发短信告诉允珠 让她别出现在成俊面前 正和妈妈看照片的允珠 收到短信后 立马说自己有工作要忙 姨妈拦着让她见见允珠的老公 再上去 可允珠说 有个紧急工作 要马上处理 随即回房了 成俊和秀珍来家后 秀珍借着倒茶的空隙 再次叮嘱允珠别出来 可见秀珍是多么忌惮允珠 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 让秀珍快要崩溃掉 如果让成俊知道自己干的坏事 她肯定会把自己赶出家门 可现在她自己又解决不了 秀珍和允珠她都去劝说过 最后都无果 就在她跟闺蜜通话后 她才知道可以这么做 秀珍得知允珠和秀珍这周日会去看电影 于是她故意缠着成俊陪自己 买了他们同场的电影票 当她看到允珠和秀珍就在入口时 她特意让老公想去找入口 自己抽身去买爆米花 果不其然 成俊一眼便发现了秀珍和允珠 她盯着看了许久 确定没认错 处在原地一动不动 成俊怎么都没想到 秀珍心爱的女人竟然是自己的前未婚妻 而这一季都是秀珍谋划的 她知道自己已经没能力拆散他们 只好利用成俊阻阻止他们 此刻的成俊以没心思看电影 以公司有急事为由 拉着秀珍就离开 当她送秀珍回家后 随即要秀珍在约会后来见自己 没想到两兄弟一见面 成俊直接一拳打过去 质问弟弟难道不知道允珠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吗 成俊是绝对不允许弟弟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婚的 命令弟弟赶快整理掉眼前的感情 可秀珍和允珠经历分分合合后才 再在一起的 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允珠 她向哥哥坦白 自己对允珠的情感是任何女人都替代不了的 虽然知道现在两人结婚的希望是渺茫的 但她依然极力希望哥哥尊重自己所爱的女人 可这一点却是哥哥做不到的事 曾经允珠在她心中的位置是无法抹去的 现在得知弟弟也爱上了允珠 心里的嫉妒和遗憾驱使她成为他们之间的绊脚石 成俊直接找到允珠 这是他们退婚后第一次见面 面对成俊的到来 允珠心里已经知道她会说什么了 成俊为了拆散他们 静自私地提出让允珠去国外的生活 所有的费用她都会出 允珠不为所动 她同基俊一样 没了彼此的生命将会是没有意义的生命 很快基俊便得知哥哥去找过允珠的消息 他不能再等了 当晚就拉着允珠回家 向父母说明一切 可当他们刚到门口时 成俊回来了 看到两人在一起 他瞬间明白弟弟想干什么 并认为弟弟的举动太疯狂了 让爸妈接受跟大儿子退过婚的女人跟小儿子结婚吗 这一拳打在基俊身上 碰在允珠心里 他预想过会有很多困难和阻力 可当这下阻力摆在眼前时 他退缩了 当基俊再次拉着他的手要走进家门时 允珠停住了 他不敢往前了 也许现在的时机不太好 基俊明白允珠的顾虑 可能是自己太着急了 给允珠制造了不安 允珠心里一直有件事没告诉亲妈 他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告诉妈妈 妈妈在得知此事后 内心无比心塞 怎会有这样无语的事情发生在女儿身上 允珠反问妈妈 跟大哥退婚的女人 弟弟带回来要结婚的话 妈妈会同意吗 妈妈的回答让允珠陷入了沉思 这段情感太捉弄人心了 相爱却看不到结果 令人如何继续坚持 而此时 伤心无比的妈妈躲起来独自哭泣 她已经知道允珠被退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袖珍 两个女儿都是自己生的 为何要产生这样的孽缘 允珠和姬俊的婚事陷入了僵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允珠的闺女在一次跟客户的约见中 无意发现了成俊的身影 一时间 她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当成俊出来时 她恳请成俊给她五分钟的时间 是关于允珠和秀珍的事 她为允珠打包不平 则问成俊两夫妻到底要折磨允珠到什么时候 秀珍隔三差五的 就会给允珠施加压力 逼她与姬俊分手 然而闺蜜说的这些 成俊却毫不知情 看到成俊的表情 闺蜜今天可算是来对了 她一股脑的江秀珍所做的坏事 通通说了出来 成俊完全愣住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老婆会做出这些事来 闺蜜虽然有这两件事的误证 但更让她确定成俊的老婆 就是刻意计划阴谋推翻了允珠和成俊的婚事 就是那次酒店的电话直播 此刻的成俊已经惊恐到结巴 曾经她就怀疑过秀珍 可当时秀珍已死来自郑清白 最后因秀珍肚里的孩子妥协了 闺蜜说出了这些来 只想成俊一家别再插手允珠和鸡俊的事了 如果逼他们分开 就是再把他们推下悬崖 那成俊一家很有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闺蜜将自己点了炸弹的事告知了允珠 而允珠却开心不起来 反而担心秀珍会怎么样 气得闺蜜大骂允珠就是个傻瓜 都这个时候了 管那个害人精妹妹干什么 可允珠不想制造纷争 秀珍是自己的妹妹啊 不想将自己再次搅入矛盾中 知晓一切的成俊再次面对秀珍 眼里满是怒火 可她却选择不发出来 对于秀珍所谓的一切关心 她通通置之不理 不发泄 不言语 就是要让秀珍忍受这种折磨 秀珍为了获得妈妈的支持 特意安排了允珠和妈妈的见面 告诉了妈妈 允珠就是自己相爱的人 秀珍拜托妈妈听自己解释 可妈妈惊慌失措的样子 着实被允珠的出现下的不轻 听不进任何解释 慌忙离开 秀珍把允珠揽入怀里安慰 虽然两人事先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冲击 允珠以着秀珍的肩膀上哭泣 不知这样的煎熬还要忍受多久 秀珍没想到妈妈见到允珠会如此暴怒 因自己坚持要获得爸妈的允许后 才会跟允珠结婚 让允珠饱受了痛苦和伤害 看着憔悴的允珠 秀珍心里愧疚不已 第二天便带着他出来爬山 希望他的心情能有所改善 他们一起种下一棵树鸟 象征的种下不会退缩的局心 而此刻的他们都知道 彼此选择了几条铺满荆棘的路 只有一起往前冲 忍受了足够的痛苦 才会到达幸福的彼岸 而现在仅仅是煎熬的开始 就在他们回家时 秀珍的姐姐在楼下正好看到他们 担心他们干出腹水难收的事来 立马打电话 告诉妈妈 妈妈接到电话后 因担心老伴的高血压 并没有告诉老伴实情 跑到一边接听后 随即赶往鸡骏住的地方 而此时的鸡骏正在为允珠 制作温馨一面 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成为料理师 另一个就是要与允珠结婚 就在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时 妈妈和姐姐直接闯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妈妈早已怒气甜胸 他气得水都喝不下 儿子和这个女人居然还有心思 在这喝着红酒 气得他直接掀翻了桌布 发誓今天一定要手撕了这个女人 允珠害怕地躲在一角 大气不敢出 忍受着鸡骏妈的指责 就在妈妈要伸手打允珠时 鸡骏挡在了允珠面前 今天说什么 也不会让妈妈动允珠一根头发 此刻的妈妈一气到炸裂 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分手 他知道今晚的纷争不会结束 为了保护允珠 他当着妈妈和姐姐的面 细心地为允珠穿上外套 并为他擦干眼泪 看到儿子对允珠如此的细心维护 妈妈更要气到原地去世 但允珠离开后 他直接一个耳光甩点儿子 自己养这么大的儿子 竟然是要来诅咒自己早死的 更气儿子不顾家胜面子 不顾兄弟情分 非得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而姐姐更是大骂鸡骏 是个自死鬼 因为弟弟非要跟允珠结婚 闹得让家里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 在妈妈和姐姐连番冲击下 鸡骏陷入了两难 自己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想法 而放弃自己的幸福呢 更何况 他和允珠是什么都没有做错的人 为什么要受到家人的伤害 还成了大家最憎恨的人 这边的承俊 无法接受满是谎言的秀珍 进入冷战期 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都不想秀珍过问 还不知大祸临头的秀珍问 承俊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承俊黑着脸 一一道出秀珍在婚前 是如何计划摧毁自己和允珠的婚事 尽管秀珍急切的解释 是自己爱得太过火 才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来 但此刻的承俊 对秀珍已是一潭死水 不管秀珍如何求原谅 承俊是不会原谅他的 在爸妈面前 他没有将秀珍的恶行说出来 但承俊也不可能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每天早出晚归 减少与秀珍的交集 为了不让两人都痛苦 他用短信告知他 承俊终于还是下了逐期令 秀珍赶紧回房求承俊 他害怕自己回娘家后 再也见不到承俊了 而此刻的承俊已是心如死灰 秀珍不敢有所行动 只能回到娘家 把自己干的坏事 通通告诉了妈妈 秀珍哭得气不成声 内心十分后悔 可妈妈也别无办法 除了对女儿干的坏事 感到气愤 更多的是对允珠感到愧疚 都是自己的女儿 可没想到两个女儿却是冤家 秀俊为了获得爸爸的准许 拉着允珠来见爸爸 可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 再次让允珠受伤害 请求会长允许他们结婚 惹得会长大怒 并放下狠话 就算自己死了 也不会同意这桩婚事 在会长面前 秀俊妈都得小心翼翼地隐瞒此事 想私自处理这些事 可没想到 他们见好大的胆子 这次没能得到允珠准确分手的决定 秀俊妈心里很是不安 于是她直接将此事告诉了允珠妈 直呼允珠妈 要是不管好自己的女儿 别怪她不尽人情 而允珠并不是允珠妈的亲生女儿 更何况允珠是老公初恋的孩子 她养了27年 也讨厌了27年 自然是不会站在允珠的这边 允珠接到养母的电话 除了逼她与秀俊分手 也别无他话戒二连三的打击 并允珠再也支撑不住 晕倒在工作间 待她醒后 同事送她回家 正好被亲妈看到 她十分担心允珠的身体 连忙帮她铺好床 还亲自帮她换下衣服 这一情境 让她立马回想起允珠小时候 那时候她才五个多月 时隔27年再次帮女儿换衣 她内心五味杂沉 一阵心酸涌入心头 眼里满是愧疚 不敢直视允珠的眼睛 掩面是泪 当亲妈再次送上钥匙 却发现允珠抱头痛哭 允珠快要崩溃了 不知要怎样做 才能获得鸡俊爸妈的允许 看着女儿伤心落泪 亲妈也跟得落泪 恨不得替女儿去遭那份罪 可这是女儿自己选择的路 再荒谬也要走完 鸡俊妈无时无刻都在咒骂允珠 气得她到处找秀珍的茶 还把这怒火都撒向秀珍 当初如果不是秀珍插一杠子 哪有后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秀珍只能忍受着婆婆的责骂 不敢有任何的反驳 秀珍妈为了女儿的婚姻 不出现裂痕 求成俊能原谅女儿 她了解成俊不想见秀珍的原因 但还是希望成俊能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让女儿回国家赎罪吧 成俊虽然没有口头应允 但看在岳母担心女儿的份上 或使她不能把夫妻关系闹得紧张了 默许了秀珍的回家 但成俊还是没办法释怀之前的破网 依然对秀珍冷淡 秀珍为了获得爸妈的准许 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知道对于爸爸来说 自己不当料理师 听她的话回到公司学习经营 肯定可以消除爸妈们对允珠的折磨 为了保护允珠 也更为了两人能走到一起 做出暂时分开的决定 不管是一年还是五年 她都希望允珠能等待她 允珠毫不犹豫地点着头 对于秀珍的决定 她向来是顺从的 只要是秀珍的意愿 她从不违背 一直与秀珍努力着 哪怕留给自己的都是伤痛 也有秀珍为她疗伤 重新回到家庭的秀珍 让家人们都疏心了许多 都认为秀珍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妈妈还特意为秀珍 准备了第一天要上班的西装 而秀珍装出来的欣喜 都是为了隐瞒假分手的事实 她暂时取下了那枚戒指 放进盒子里 等到她日之时 会重新戴上 秀珍故意向秀珍是好 说房间是她亲自打扫的 怕她口渴 还送来茶水 希望秀珍能忘掉以前的不愉快 不要讨厌她 秀珍明白嫂子的用意 只要嫂子不胜是非 她不会带有偏见的看待她 秀珍与允珠的暂时的分手 总算让妈妈消停了 可她对允珠的思念越来越深 就在这天 他们偷偷约会时 正巧被成俊看到 她盯着他们看了许久 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 成俊就猜到他们肯定是假装分手 回到家后 她立马劝弟弟别这么做 今天是自己看到了 明天就有可能是妈妈看到了 一旦被发现 最受伤的人就是允珠 奉劝弟弟别幼稚 然而两兄弟的对话 却被秀珍偷听到了 为了报复允珠 她把积俊跟允珠假分手的消息 直接告诉了婆婆 这下又挑起了妈妈 对允珠的仇恨 在秀珍的搬弄式飞下 婆婆认为他们的 暂时分手是允珠 穿多的 秀珍这么做 无疑是利用了 婆婆对允珠出了口恶气 可小人得志的她 万万没想到 得来的却是更大的损失 为了给贫穷女友足够安全感 把工资卡交给她 这是积俊的全部财产 允珠好奇地问她 为啥要把这些都给自己 积俊肯定地回复说 这是积俊从未有过的坚定 在认识允珠之前 她从未想过要赚钱 对赚钱也没有概念 直到她相识了允珠 要给她一个确定未来 才会把所有财产都给她 这样实在又有力地 承诺让允珠感动不已 无论遭受多少痛苦 她都愿意顺从积俊的内心 秀珍把那日偷听到 积俊与允珠假分手的事故意 告诉婆婆 还说他们假分手 就是为了拖延 搞不好会让允珠先怀孕 再强行嫁进来 婆婆想起积俊最近对自己的各种讨好 心里不免担心了起来 于是 积俊妈再次见允珠 她一味地指责允珠不要脸 缠着积俊不放 命令允珠以后 不准接积俊的电话 面有标件 三方面退出 还奉劝允珠 千万别学秀真怀孕后挤进家门 只要自己还活着 绝不会允许允珠成为儿媳 可允珠答应过积俊 无论婆婆怎么言语攻击她 她都不会动摇内心 对积俊妈的话选择事不见 听而不闻 积俊妈为了让积俊快点结婚 为她安排各种相亲 每一个都比允珠优秀 不是家事显赫的千金 就是高官家的掌上明珠 可积俊每次都说出自己心有所属的原因 让对方说 对自己没感觉 每次都搞砸了妈妈安排的相亲 妈妈心里也清楚 这都是积俊故意为之 她又去找允珠妈 让她妈妈说服允珠退出 别再缠着积俊了 家里的大人们都不支持这桩婚姻 何必一直纠缠 积俊妈足足拿出20亿 这笔巨资足以让她落魄的家彻底翻身 不仅可以让她再次过上以前贵夫人的生活 还可以解决儿子复读的学费 不用租住再顺进家 她动心了 眼前的巨资 让她根本没考虑女儿的自尊心 回到家就逼允珠分手 把积俊妈给的钱放在她面前 足足20个亿 狠心的让女儿面对现实 还说弟弟还得上大学 结婚得买楼 她也不想一直过着这种贫穷的生活 拜托女儿 不要再为了自尊心拒绝这笔钱 就当是为了弟弟和妈妈 可妈妈执意要收下 他们家里都说了 不会同意任门婚事 所以才给出了这笔钱 亲妈在门口听到了全部 可亲妈想帮忙也帮不上啊 只能干着急 允珠想都没想 直接把钱还给了积俊妈 指责伯母太过分了 不该拿有困难的人的弱点来威胁 而积俊妈反而觉得自己没错 还认为自己做了好事 因为内心可怜过允珠 所以给了她想象不到的钱 可没想到被允珠拒绝 当她再次问允珠 该不会是拒绝了这笔钱后 继续纠缠积俊吧 允珠没有回答 也没有回答的意义 起身便离开了 而允珠这样的态度 更加倍增积俊妈的恨意 允珠妈得知儿子重景 为了不给姐姐增添负担 从学校退学不打算复读 因此暴怒 还把这一切都怪在允珠身上 当允珠回来时 就指责允珠不为弟弟着想 如果有了那笔钱 一家人都可以重新生活 重景也不会放弃复读 允珠愤怒地跑出门 正好撞见亲妈 她一下子扑进亲妈的怀里 心里真的要痛死了 而亲妈的心里更是痛到极点 可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安慰女儿 再多等等吧 多等等就会好的 亲妈心疼允珠 了解允珠不会将这些痛苦 告诉鸡俊 于是她将鸡俊妈拿钱 逼允珠离开的时候 告诉了鸡俊 她立马来到允珠工作的地方 她的伤痛 她必须要为她疗伤 鸡俊的愧疚太多太多了 无法用言语表达 而允珠不想说出来 就是为了不想鸡俊难过 选择默默忍受 鸡俊不想再看到允珠伤心了 她想象不到妈妈还会对允珠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 宁愿受折磨的人是自己 提出出国结婚吧 自己可以为了允珠不要家人 可允珠却不答应 她不想让鸡俊成为她妈妈嘴里狼心狗肺的儿子 鸡俊喝到烂醉回到家 可家里没人能理解她的难过 想到妈妈对允珠做的坏事 她除了难过 却什么都不能做 妈妈完全不理解儿子的痛楚 还认为儿子为了那一小段感情 就要死要活 真是看不下去了 这边的秀珍心情大好 自从秀珍妈求成俊原谅后 成俊选择了原谅 还主动向秀珍提出一起参加同学聚会 秀珍开心到起飞 就在她向闺蜜说着成俊对自己改观的事时 偶遇了大姑姐 大姑姐打声招呼 就去见自己的医生好友 可巧的是 这个好友一眼便认出秀珍来 才知道她是宝莹的弟妹 便说出了秀珍怀孕没多久就流产的事来 因她当时哭得特别伤心 所以记得很清楚 宝莹有疑问了 她记得秀珍结婚两个月后才流产的 可医生好友说她是结婚后没多久就流产了 于是便嘱咐好友上班后查下秀珍的流产日期 没多久 好友回复了宝莹的问题 秀珍是在3月15日检查出怀孕 3月25日就流产了 可承俊和秀珍却是在4月份结的婚 也就是说 秀珍在婚前已经流产了 并欺骗了大家 强行驾进家门 她迅速将此事告诉了承俊 一次又一次的被骗 彻底激怒了她 宝莹只是问她什么时候流的产 她却吓得连盘子都拿不住 一看她的表情 就知道她肯定有猫腻 而大姑姐这么问 只是想催她什么时候 在怀孕而已 毕竟秀珍流产也有一段时间了 没想到她的反应如此之大 让宝莹更加确定秀珍在婚前就已经流产 此时的承俊完全傻眼 她清楚地记得秀珍流产的时候 是她亲自去医院接的秀珍 见她哭得十分伤心 连医生都没见 直接回家了 还有新婚旅行的时候 秀珍直接端起红酒 准备一饮而下 还是承俊提醒她 怀孕了能喝酒吗 她才反应过来 连忙说是因为太高兴了才会这样的 现在回想起这些种种 承俊才意识到 自己被她骗了一次不一次 承俊是个冷酷且理智的人 她可以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 但无法接受信任破灭的婚姻 承俊突然变化了态度 并秀珍不知所措 急忙地问承俊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发火 直到承俊说出婚前流产的事 秀珍一脸惊恐 她是怎么知道的 而此刻的她 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下彻底点燃了承俊的怒火 将姐姐确认秀珍流产时间的事 告知了秀珍 明明在婚前就已经流产了 为何还要欺骗自己 尽管秀珍解释是因为害怕不能跟承俊结婚 才会选择不说出流产的事来 但现在承俊已经听不尽了 秀珍后悔莫及 她了解承俊的性格 只要是她做出的决定 她人是很难改变的 但她还是去求大姑姐 希望姐姐能从中劝下承俊 自己是因为太爱承俊 太害怕失去她 才会做了欺骗大家的事 宝盈并不是为了他们离婚 才捅出这个篓子来 但要想说服承俊原谅秀珍 这是太难了 寻求无果的秀珍回到家 便看到一份文件 打开一看 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她没想到承俊会如此果断 她彻底慌了 立马向承俊确认 我爸 不将希望 承俊已经没耐心耗下去 要速战速决结束掉一切 秀珍将自己婚前流产的事 告诉了妈妈 想让妈妈向承俊求情 别让承俊跟自己离婚 可这次妈妈也不站在她这边 连亲妈都骗的人 还有什么脸面去求承俊 说出干脆离婚的气话来 可天底下 哪有愿意 女儿当离婚女的妈妈 气话归气话 妈妈还是拉下老脸 求承俊原谅 虽然做了很多可恨的事 但都是因为太爱承俊 才会成为深深的执着 而正是因为这份执着 让秀珍越错越远 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男人一旦 对女人失去了信任 便不会爱了 承俊一回来 就问秀珍盖章了没有 可秀珍好不容易 才有现在的生活 怎会轻易同意 不管承俊怎么说 秀珍死活 不愿盖章 这可逼急了承俊 他直接走向爸妈的房间 告知爸妈自己 要离婚的决定 公公第一个站出来 为儿媳发声 认为儿媳在婚前 隐瞒流产的事 不足以成为 他们离婚的理由 还说夫妻之间 靠的是责任来过日子 光用爱情 过日子的夫妻能有多少 面对一言堂的爸爸 承俊不敢反抗 回到房间告诉秀珍 别想着指望爸爸 以我离婚是肯定的 两人从今天开始变分房睡 秀珍求婆婆原谅自己 别让承俊与自己离婚 可婆婆从他们结婚起 就没认可过秀珍 巴不得她离婚 这边的秀珍妈 可是急得火烧眉毛 女儿要离婚了 俩还有心思做饭 可没眼力尽的允竹妈 还问顺境 到饭点了怎么没做饭 明知道人家女儿都快离婚了 还要指使顺境做饭给她吃 真拿自己当贵夫人了 这次秀珍真的害怕了 不停地求成俊能不能再想想 自己保证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而成俊听到她求自己的话 就要气到炸裂 她接受不了满嘴谎言的女人 秀珍急哭了 她没想过这些隐瞒的事 会有揭穿的一天 然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两人的吵架 这么巧被婆婆听到 指着秀珍就是一顿臭骂 现在她一秒都受不了这个女人了 说着便把她的衣服甩出来 还怪成俊怎么这么能忍 这么不幸的婚姻每一天都是煎熬的 难怪她从没看到儿子笑过 总是苦哈哈的样子 气得她直接拖着箱子扔下了楼梯 这么大的阵长 惊动了老爸 她之前还在为儿媳说话 可当她知道秀珍与成俊结婚的前因后果后 她气得不出声了 本想挽回儿子的家 谁曾想儿媳已经触到了底线 做人不可以这个样子 最后她看了一眼儿媳 什么都没说 便回房间了 秀俊看到这一切 安慰嫂子冷静冷静 可第二天一大早 成俊上班前 就让秀珍在自己回来前 收拾好东西 从这个家里离开 秀珍欲哭无泪 只能离开这个家 随即收拾行李 她本想给婆婆打声招呼就走 可婆婆直接从她面前走过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臭女人 赶紧走 此刻的秀珍就像是过街的老鼠 她不敢回家 老公离婚了 妈妈也不帮自己 绝望的她来到河边 回想起与成俊结婚时的幸福瞬间 当时有多开心 现在就有多难过 儿子和儿媳的离婚 让公公很是失望 感叹人生就是在经历各种苦难 尽管媳犯了不可饶恕的错 践踏他人的信任 触碰了底线 但公公还想着 要给足儿媳安抚金 甚至没有工作的女人生活 该是有多难 老伴一听气到吐血 自己是嫁给了菩萨还是神仙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公公 从一开始秀珍就错了 该要赔偿金的 难道不是成俊吗 万念俱灰的秀珍 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来到宾馆准备自行了断 可当她想起自己的这些不幸 都是因为允朱的存在 深深的恨意 让她断不能看着允朱幸福 回到娘家的秀珍 只要一看到允朱 她就会恨得牙痒痒 每当她看到允朱 沉浸在跟鸡俊的幸福时刻中 她总会阴魂不散地 跳出来诅咒允朱 允朱也因此颇受干扰 可她也明白 长期和鸡俊守着一份 看不到结果的恋情 她苦不堪言 而鸡俊也同样如此 她喝得大醉 跑到爸妈房间门口大声嘶喊着 求爸爸同意 他们的婚事吧 还问爸爸 如果自己不是南州集团的孩子 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是不是可以过得自在一点 鸡俊快被折磨得不行了 房间内的爸爸听得一清二楚 同样也是追星的痛 可他怎能答应儿子 取退过婚的女人进家门 更何况是跟大儿子 有过一段情感的女人 心中的芥蒂早已根深蒂固 无法更改 为了处理这些伤心的事 会长只有无情地 恳求允朱单方面分手吧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分手竟要了允朱的性命 就在前半个小时 允朱不堪重负 在鸡俊爸的诚恳请求下 还是选择与鸡俊分手 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这样的爱情是自私的 不能让自己的爱情 建立在鸡俊父母的伤心和难过上 虽然心有不舍 但允朱还是坚决离开 可鸡俊偏偏不让 强行把允朱推到车里 他绝对不会跟允朱分手 两人在车上发生争吵 就在这矛盾升级的一刻 允朱用身子护住了鸡俊 很快两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医生说 鸡俊只是有点轻微的肋骨骨折 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而此时的鸡俊满眼都是自责 带托妈妈和哥哥 赶紧去看看允朱的情况 和允朱这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此时的养母已经六神无主 看着他着急的样子 亲妈只能隐忍着对允朱的担心 不能向允朱养母那样大方关心 会长得知车祸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去见允朱 看着奄奄一息的允朱 他除了愧疚更多的是自责 如果自己没逼允朱说分手 也许就没有这样的祸事 医生说 在车祸发生时 是允朱护住了鸡俊 才会让令公子幸免于难 此时此刻的会长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内心的愧疚 是允朱用生命救了自己的儿子 他陷入了沉思 到底是爱到什么程度 才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鸡俊一直求妈妈去看望允朱的情况 可狠心的妈妈 却把这次车祸的厄运都怪在允朱身上 还说允朱就是个不祥的女人 自从家里认识她之后 断断续续发生不好的事 这样暂时不能动弹的鸡俊更加心急 鸡俊妈在医院碰到允朱妈时 毫无恻隐之心 反而说这一切都是允朱害的 是允朱连累了鸡俊 气得允朱妈当场就要原地去世 怎么会有这么无情的女人 哪怕是陌生人 也不应该这样啊 秀珍看到妈妈正在为允朱做鲍鱼粥 她很不理解妈妈 为何对允朱的是如此上心 自己生病时都没见妈妈正上心过 让外人看了 都会觉得允朱才是妈妈的女儿呢 顺境没有将允朱 就是秀珍亲姐姐的事告诉她 还呵斥秀珍瞎嚷嚷啥 都是一个屋子里生活的人 就应该多存善心 不能没心没肺 秀珍偷偷跑来看允朱 所有的伤痛汇集于此刻 她道着歉 诚恳地求允朱起来 可允朱没有一点反应 内心的世界就此崩塌 她来到神父面前 祈祷着奇迹出现 祈求神父将所有的病痛 都让她来承受 与此同时 亲妈也请求上天 可怜可怜这孩子吧 赶紧好起来 可这样的请求 看得到允朱丝毫的动静 便会时间到了 亲妈却迟迟不肯放手 揪心的一幕 让允朱养母的内心 产生了奇怪的感觉 感觉她比自己还要难过 允朱一直昏迷不醒 鸡俊爸心里很揪心 他反复问自己 是自己的家风 家门重要 还是孩子们的幸福重要 再想想允朱的行为 他可以连生命都不要 来保护心爱的人 自己坚持所谓的 家风家门又有何意义 也许是获得了神的感召 允朱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而他醒来的第一句话 却是问鸡俊怎么样了 果然 令人羡慕的爱情 就是双向奔赴的爱情 很快 鸡俊爸私来想去 也不再为难孩子们了 这世上就没有赢过孩子的父母 他亲自来到允朱的病房 突来的喜讯 让允朱激动地落泪 离婚后的秀珍在健身馆 当起了教练 就在这天他觉得头晕晕 来到医院检查时 竟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 当他回家要告诉妈妈时 意外得知公共同意了允朱 和鸡俊的婚事 他随即心生一计 公共能答应他们的婚事 也有可能答应自己 和成俊的复婚 秀珍为了恢复以前的破态身份 利用孩子请求会长 帮忙劝说成俊 毕竟肚里的孩子是他的长孙 可会长听到这样的消息后 脸上没有一点喜悦 反而感到不可思议 换作以前 他肯定会让他们复婚 但现在不同了 当他明白之前自己逼儿子 娶一个他不爱的女人 让儿子的婚姻不幸福时 才意识到 是自己的独断害了儿子 听完会长的话 秀珍也明白 他老人家是不会管之事的 只能自己想计谋 这边的允珠和姬郡 终于在经历万难后 洗劫连理 可婆婆依然对他没个好脸色 但允珠身边有姬郡的呵护 婆婆也不敢做出过分的事来 可就在这天 秀珍回家时 正好听见允珠妈跟仲景的聊天 竟意外得知允珠不是亲生女儿 得知这一爆炸新闻的秀珍 像是如获珍宝一样 他本就对允珠不怀好意 允珠和姬郡的结婚 更让他对允珠恨之入骨 他总把自己不幸的原因 都怪在允珠身上 所以他断不会放过这个好消息 他约前婆婆见面 直言婆婆一家都被允珠欺骗了 允珠不是亲生的 婆婆大吃一惊 脑瓜子也嗡嗡的 秀珍更是添油加醋 说允珠纠缠鸡郡 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的问题 才会死活都不离开鸡郡 这可把婆婆彻底气炸了 他直接冲到知心这里 当面讨要说法 这下让坐在一旁的亲妈 当场蒙圈 一直隐瞒的是 怎么会让她知道了 而此时的知心 也直接说出了当年的实情 允珠是允珠爸初恋的女儿 并不是野孩子 孩子不到六个月的时候 被带回来养着 亲妈听到这些过往 心里早已波涛汹涌 她很想帮允珠解释 可同时她也清楚 只要她一张嘴 这事只会越描越黑 坐立不安的 她直接躲回房间了 知心想着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没必要揪着不放 但亲家没觉得 这是件简单的事 声称这是欺骗婚姻 允珠身是被揭 她的内心十分忐忑 一方面害怕公婆的态度 另一方面又担心 会牵扯到亲妈 想着出神的她 不小心割破的手指 她立马回房间处理 就在这会 婆婆回来看到允珠没做晚饭 来到她房间找她 竟无意发现她药箱里的避孕药 这下彻底让婆婆气得背脊发凉 结婚没几日还吃起了这个 允珠连忙解释道 是自己想一年后在怀孕的 这样的想法直接让眼前的婆婆原地去世 刚娶进来的媳妇不仅身份不明 还不愿生子吃起了避孕药 哪个婆家能接受这样的事啊 鸡俊赶忙上前帮允珠解释 说是自己要过新婚生活 不想要孩子才会让允珠吃药的 鸡俊轻巧地解释 惹得妈妈大发雷霆 一个耳光甩过去 而这边的秀珍为了缠着成俊 让她淡起父亲的责任 走上了法庭 可面对财大气粗的财阀律师团 秀珍是丹利博 这场官司完全没有胜算 于是她为了胜诉 泰斯加侦探监视成俊 没想到她身边竟然有其他女人了 看到她们有说有笑 秀珍几近疯狂 抛出侦探偷拍的照片让成俊验证 可这所谓的证据 成俊不予理会 面对失心疯的秀珍 她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和惠林离开了 成俊向惠林道歉 但刚刚的一幕 定没让惠林感到气愤 反而觉得成俊哥被谅的女人纠缠 是个可怜的男人 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对成俊动情 但一来二往的接触 渐渐发觉她是个不错的男人 两人不仅在工作上能快速领会对方的意思 在生活上也是很有默契 各方面都很合拍 也逐渐让惠林对成俊产生爱情 她主动地曲见成俊妈 表达自己对成俊的感情 对成俊的前妻和前妻肚理的孩子 她都不介意 请伯母允许她追求成俊 这让成俊妈更是求之不得 惠林诚实 明朗的性格让成俊妈赞不绝口 如果早知道 室友家的女儿不嫌弃成俊 她应该让成俊主动一点 庆幸成俊命里还有好女人员 怀孕的秀真想吃猪蹄 看到旁桌的男女护卫 她羡慕得要死 想起以前成俊陪自己来吃猪蹄时 两人还是你浓我浓的 可现在已物是人非 只能独自啃下这岁月的酸楚 妈妈得知秀真大晚上的跑出去吃猪蹄 便说以后想吃什么就跟妈说 面对妈妈的关心 秀真十分反感 在她眼里 妈妈只知道关心允朱 只要允朱生病了 妈妈就会立马煮鲍鱼粥 这样的偏爱并秀真十分不解和恼火 知心偶然发现顺境三十年前的照片 猛地想起允朱结婚那日 姨妈说 见到允朱爸的初恋了 就是草原饭店的女儿 而她又看了看照片 正是顺境在草原饭店里照的照片 她立马产生一个不好的怀疑 回想允朱出车祸时 她哭得比自己还要伤心 她拿着照片找顺境质问 顺境承认了自己就是允朱的生母 知心恍然大悟 在顺境这个女人面前 自己一直被当成傻瓜 自己一心要感恩的人 竟是自己的仇人 知心怒火中烧 顺境急切地坦白 不是故意隐瞒 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开头 而知心把这缘由 全都怪在死丫头允朱的身上 顺境为了顾及袖珍和袖雅 才会选择对知心隐瞒 更考虑到知心是允朱的养母 她更不能对养育自己女儿的恩人 有所亏待 不管知心对允朱好与不好 她会对知心偿还这27年来的恩情 而同样是母亲的知心 深知亲生与非亲生的对待完全不同 她虽然气氛被隐瞒 但更多的也有对允朱的愧疚 在允朱小时候 她就对她没关心过 深知对允朱做得并不够好 可现在说与不说 结人的孽缘都已结上两嘴 而袖珍得知允朱是自己的亲姐姐后 除了感到恼火 更多的是对着命运的安排感到无力 虽然她以前对允朱干了很多坏事 但不会因为她是自己的亲姐姐 就会改变她对允朱的仇恨 对这个姐姐她依然不怀好意 袖珍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在她为是否继续纠缠成军而烦恼时 惠玲的人间清醒点醒了袖珍 同样是女人 惠玲却对袖珍感到可怜 本是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 如果袖珍还了解成俊 就应该知道这样的纠缠没有爱意 充满了恨意 即便是怀着孩子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袖珍厚颜无耻的纠缠被惠玲看穿 眼下她也没有筹码 也许坏的女人就非得撞几回南墙后才懂得放弃 有些人 有些事 真不是自己能掌控就能掌控的 半年后 袖珍的孩子顺利出生 前公公和婆婆也得知这一喜讯 都准备着去看望 毕竟是家里的第一个长孙 而得知此消息的成俊心里发生了变化 她偷偷来到医院看自己的孩子 眉女间都跟自己很像 一时间 她与袖珍的怨恨情仇 对着血缘的纽带磨灭 两人有了孩子 一切都不一样了 而这样的情况 却让惠玲陷入了恐慌中 公公十分重视长孙 让成俊一定要担起父亲的责任 虽然不在一个房子里生活 但是在孙子的吃穿用度 还有陪伴上 更是一样都不能少 不仅要求成俊每日都要和孙子通话 还要在每个周日 把孙子接过来和爷爷奶奶一起度周末 而成俊作为父亲 也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做的 可时间一长 惠玲的心里觉得委屈 她以为前妻和前妻孩子的存在 不会影响她和成俊的感情 更相信成俊能处理好这复杂的关系 可现实却是令人胶着的 她心里明白孩子对成俊的重要性 可她怎会与一个孩子 去争夺成俊心理的位置呢 为了和成俊在一起 她果断让自己大度 相信自己都能理智应对 成俊也被惠玲 这爽朗的态度折服 也相信只要两人一起坦然面对 孩子和秀珍不会成为他们的障碍物 可男人总是想得很理想 这天 秀珍陪着孩子在院子里玩水 一个晒衣服的功夫 孩子转眼便不见了 她立马跑出去寻找 无法有惊无险 孩子只是摔伤了胳膊 这可把婆婆心疼坏了 连忙跑到秀珍这里就要抱着孩子回自己的家 一看这架势 秀珍立马慌了 说什么也不让婆婆带走 还说当时她怀孕时 婆婆可是死活不要她生下来 是她答应婆婆 不会要车家的半分钱 才让她生下来的 并保证此生不再来往 可现在想要回亲孙 怎么可能 婆婆也怒了 完全把她以前说的话当空气 反而指责他们 这么多人都照顾不好一个孩子 还放下狠话 如果再让珍稀受伤 就别怪自己拿出法律的武器 抢走珍稀的抚养权 说完便恶狠狠地走了 秀珍除了害怕 也别无她法 只能把孩子紧紧抱在手中 允珠养母提醒秀珍 凭恶婆婆的手段 抢走珍稀 不是没可能的事 秀珍若有所思 将怒气抛给成俊 老太婆见不到孙子 整天怨天尤人 还把这怨气 对着允珠一顿输出 说允珠的肚子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是允珠怀上了 她也不会整天惦记着珍稀 这些酸不拉鸡的话 让允珠可没少听 允珠也想怀上啊 可连连做了好几次的检查 折磨的她已经够呛了 这天是她领结果的日子 医生在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 不幸地告诉允珠 允珠背脊彻底拔凉 好不容易和姬俊结了婚 想为她生个一男伴女 可没想到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连试管都做不了 允珠独自坐在岸边哭泣 如果让婆婆知道这肚子生不了 会赶允珠出门吗 程俊求秀珍同意 这周末将孩子接到爸妈这边来玩 秀珍表面上不乐意 心里其实早就同意了 她很清楚 只有让珍惜与那边产生割舍不了的情感后 她才有机会重新回到那个家里去 为了那一刻 她一直忍着 可就在这天 程俊接过珍惜后 与惠林一同逛超市买菜 俨然一副幸福三口的模样 而惠林也带珍惜十分的好 当她带着珍惜去买玩具时 程俊刚好接起工作的电话转身 惠林为珍惜挑好玩具 一个回头竟没看到珍惜的人影 这下让她彻底慌了神 急忙寻找 同时喊来成俊 就在两人疯狂在超市开启群子时 秀珍接到超市工作人员的电话 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后怕的事 要不是秀珍将姓名和电话号码刻在项链上 哪有那么快找到妈妈 惠林不停地自责 是自己没看好珍惜 急切地向秀珍解释 可秀珍根本没法原谅惠林 当她还想继续打第二个耳光时 却被成俊拦下 而成俊虽然理解秀珍的心情 但她还是维护着惠林的体面 警告秀珍不要乱说话 成俊的冷酷让秀珍恼羞成怒 后悔让孩子跟他们过周末 更不想再与他们继续扯这些没用的 赶紧抱着孩子离开了 婆婆得知 惠林弄丢孩子的事 吓得她头皮发麻 不停地责骂惠林是怎么看孩子的 弄出这么个事来 婆婆要再想看到孙儿就更难了 秀珍肯定会抓着弄丢孩子的事 不会同意送孩子过来了 惠林不停地向成俊道歉 弄丢成俊孩子的事 是她不想发生的 她想当好孩子的后妈 想与孩子亲近些 种种急切的解释 都在证明她是无心之过 看着惠林自责的样子 成俊就算想指责 也没法话说的出口 硬着头皮安慰惠林 都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自责了 珍惜丢失的那几分钟 对成俊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窒息 她已经对孩子 产生不能割舍般的父子之情 她拿出手机 一边给秀珍发短信道歉 一边又心疼孩子 整个内心都被后怕笼罩着 可就算到再多的歉 也无法换来秀珍的原谅 婆婆好几日未见孙儿 直接跑到珍惜的幼儿园 隔着教室玻璃看着珍惜 把她的心都给想死了 为了解想念孙子的仇 还把好友家吃满月酒的大枣 带回来给允住吃 还说这非常灵验 可见婆婆有多么希望 她怀上孕 无形中又被增了允朱的压力 她不敢说出不能怀孕的事来 只能硬吞大枣 而浑然不知的婆婆 还认为是允朱诚心不想怀孕 故意跟她置气 允朱为了鸡骏 为了做一个好儿媳 她一直忍着 可婆婆总是背着鸡骏 对允朱说难听的话 让允朱实在招架不住 一气之下 把婆婆之前放在床下的宝宝仪给扔了 也许是亲妈有感应 自从知道女儿不能怀孕后 她就猜到允朱在婆家的日子不好过 时不时的就会约允朱出来见面 亲妈关注的不是女儿能不能生养 而是女儿过得开不开心 她主动对女儿说 就算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 想领养也没问题 当妈的只想女儿 不要伤心和难过 这就是亲妈和婆婆的区别 与此同时 不知情况的庸人 拿着允朱丢掉的那件宝宝衣 问夫人这是不是重要的东西 她一看这宝宝衣 立马气不打一处来 心中的怒火全部指向允朱 待允朱一回来 婆婆就将宝宝衣甩在允朱身上 指责允朱怎能把她的诚意 当成垃圾一样扔掉 各种误会集结在一起 彻底将允朱激怒了 她不想再忍了 对婆婆说出了自己不能怀孕的事实 可她忘乱没想到 婆婆接下来做出的事 却让她受尽屈辱 她完全不相信允朱不能生养的事实 立马来到允朱做检查的医院 要亲自听医生说 允朱的子宫天生畸形 就算不试管 宝宝也承活不了 然而婆婆却不信普通医生的话 认为现在的医学很发达 不可能有病还没递指的 于是她让女儿带着允朱 去她认可的知名妇产科 再次给允朱的检查 可结果还是一样 而媳妇不能生养的事实 气得婆婆头昏脑胀 一通电话打到允朱妈那 骂亲家就是个骗子 知道女儿不能生养 还把女儿嫁到自己家里来 害自己家里断了香火 然而浑然不知状况的允朱妈 被亲家骂得一头雾水 在一阵骂声中 才得知女儿不能生养的事 而电话内端的婆婆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 这明摆着 是要把允朱扫地出门的节奏 而这一幕 也正好被允朱听到 她若若地来到婆婆面前 是真的希望她离开吗 而此时的婆婆 完全沉浸在怨气中 想到儿子不能当上父亲 自己也不能想天伦之乐 便把所有的哀怨抛向允朱 不停地对着允朱嘶吼着 允朱再次问婆婆是 真的要让她离开吗 如果真希望她回娘家 她会听从婆婆的安排 可没想到这话反而激怒了婆婆 婆婆的理直气壮让允朱苦不堪言 更没想到 这样的不幸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婆婆对着老伴一顿发牢骚 后悔当初没有拼命阻止他们的婚事 这下好了 没有后代可怎么活 可公公并不这样想 她很疼家里的子女 她主动向允朱表态 就算没有子嗣也没有关系 嘱咐允朱不要太难过 她希望每天下班 回家看到的是子女们开心的迎候 公公的开明赶走了允朱心中的阴霾 她幸运有一位为子女们着想的公公 内心十分感恩 公公为了让允朱转换心情 还主动提出让她去上班 不想让她整天闷在家里增加思想负担 并且公公开口了 也不准老伴不同意 让儿媳没有负担的去工作 还警告老伴扁老是一副臭脸 更不要把生养的话题挂嘴边 这话腔的老伴屁都不敢放一个 不得不说这样的公公实在是太好了 好到细节中了 阴忍朱不能生养的是 婆婆开始后怕起来 害怕惠玲也不能生养 还特意喊来惠玲 让她做一份婚前检查 这可真是妥妥的婆婆心啊 然而惠玲也表达了内心的想法 认为婚姻跟有没有孩子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两人感情深厚 就算没有孩子也能生活 很明显这样的观点 婆婆并不买账 在她的思想里 结婚了就必须有孩子 没有孩子的婚姻都是不牢固的 还说如果生不了孩子 她肯定会反对惠玲和成俊结婚 惠玲对婆婆的指示欣然接受 她虽然不赞同 但还是去做检查 允珠妈心有不甘 为何要被亲家无端指责 难道女儿不能生养是她的错吗 于是她找来亲家理论 要求亲家别在两个孩子之间增添压力 婆婆一点都不让步 她要的就是儿孙满堂 如果没有美满的晚年 她肯定不会让允珠好过 回到家 她便喊来了允珠 经过一番思想后 还是做出了非人的决定 婆婆的提议让允珠背脊发凉 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孩子呢 公共都说过没有子嗣都没有关系 为何婆婆总是要揪着这点不放 这种事跟交易又有什么区别 可婆婆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 别人需要钱 我需要孩子 魂不知鬼不觉的 就可以解决掉双方的痛苦 为什么不可以 面对如此固执的婆婆 允珠伤心欲绝 不知自己会忍受到什么地步 鸡俊发觉允珠不对劲 在反复的询问下 允珠才说出婆婆提议 坐带孕母的想法 鸡俊得知妈妈的荒唐想法 气得她垂胸动怒 直接冲到爸妈的房间 对着妈妈一顿质问 而妈妈却理智气壮地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声称 这世上的人都能理解当婆婆的心 一旁的老伴更是对婆婆疯狂的想法感到汗颜 更不会支持疯婆子的做法 家里婆媳关系十分紧张 让公共深感不安乐 怎么想 也想不到老伴会对儿媳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来 让儿媳经受不该经受的苦 她向儿媳道歉 公共的道歉 让允珠深感愧疚 自从查出来不能生养的事 家里就被自己闹得世事不顺 面对公共的宽慰 她无地自容 也许是上辈子拯救了星河 才会有如此之好的公共为自己撑腰 为了避免妈妈为难允珠 鸡俊尝试与妈妈沟通 希望她不要再管自己和允珠的事了 并明确向妈妈表明 自己选择允珠跟有没有孩子没有半点关系 而妈妈却不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 对鸡俊的母爱是至上 她从未想过 这份爱对鸡俊是痛苦的 嘴上总是说为了孩子好 为了孩子们的常人考虑 才出此下策 却从未真正听过孩子们内心的话 面对无法沟通的妈妈 鸡俊忍无可忍 如果偏要她从妈妈和允珠之间做选择 她肯定会选择允珠 为了不想让自己爱的女人 和爱自己的女人继续发生纠葛 她必须走出这一步 她来到了房间 收拾好她和允珠的行李 要离家出走 看到儿子的狠心举动 气得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没想到儿子要媳妇不要娘 允珠直接被鸡俊带到新租的公寓里 这才反应过来 鸡俊带着她离家出走了 虽然此举可以让允珠舒心 但同时她也有顾虑 她知道婆婆是有多么爱鸡俊 可鸡俊这样的举动 无疑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让允珠的心里忐忑不安 鸡俊妈怎么想也心不甘 儿子越不让她管 她偏要管 就不信婆婆还治不了儿媳了 于是她来到允珠上班的地方 也许是被儿子选择儿媳的态度 刺痛了她 她没有好脸色对允珠 更是毫不客气地 逼允珠悄悄理开 这歹毒的婆婆又一次 背着鸡俊欺负允珠 她失望极了 面对婆婆自认为的鸡俊的幸福 她更加遵从鸡俊本人想要的幸福 可这样的认为 在婆婆眼中就是幼稚的 还说这是允珠年轻时的想法 等到一定岁月后 一定会为之后悔 允珠做不到顺从婆婆的心意 内心早已被婆婆欺负的千疮百孔 她委屈的不行 来到亲妈这 说着内心的苦楚 都是当妈的 怎会有如此歹毒的心 而更让亲妈气疯的是 如果允珠不同意 婆婆就会逼允珠跟鸡俊离婚 亲妈的怒火完全藏不住 将此荒诞之事都说了出来 养母惊讶地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更无法想象允珠是如何受得了这样的屈辱 婆婆左想右想 心里气不过 跑来小两口单过的住址来理论 与此同时 亲妈也特意为小两口 送来他们喜欢吃的小菜 这一生妈妈引起了婆婆的猜想 送小菜不应该是知心该做的吗 怎么这个旅馆老板娘会如此热心 她立马跑上去 而此时的亲妈 想到女儿在婆婆 那受尽委屈 不打算继续隐瞒了 要为允珠撑腰 婆婆快要气疯了 娶进门好几年的媳妇 竟然跟大儿媳同一个妈 这世上怎会有这种事 从婆婆的怒火中 就可以知道 她是有多么接受不了 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家里 而发生这样的事情 允珠亲妈也实属无奈 把这一切的错都怪在自己身上 至于亲家说的隐瞒 她更是不想一股脑的都说出来 因为她生怕因为自己 而让允珠和鸡俊结不了婚 那样她肯定不会饶恕自己 而此时的婆婆理解不了 这个亲妈的苦涂 认定她的母女就是诈骗犯 耍弄车士 家族的儿子们与股掌之间 更是没法接受这个不能生养的儿媳了 是要断绝母子关系 还是要断绝夫妻关系 让允珠选拔 反正她是容不下这样的儿媳 亲妈拉着女儿哭泣 俩母女都觉得太委屈了 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当年自己生下女儿 难道有错吗 如今女儿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轻视 这样的姻缘何时才能了断 亲妈可以受委屈 但容不得女儿受委屈 她将鸡骏妈的狠狠相逼全都告诉了鸡骏 要鸡骏给个交代 还要让允珠过这种受尽轻视的日子多久 而鸡骏愧就得无言以对 本想着和允珠搬出来了 不受到妈妈的干扰 可人生中各种意外的安排 让她很无奈面对允珠母女的哭诉 她除了道歉还是道歉 婆婆为了车视家族的后代 直接冲到允珠亲妈这里 看来上次她表达的不够清楚 这次她不请自来 给他们下最后通牒 表示自个家绝对不接受不能生养的允珠 对于隐瞒允珠身世一事 她不再追究 劳烦亲妈和养母将允珠领回去 就当是救了车视家族了 这话瞬间点燃了亲妈的怒火 到底长着什么样的心 才会说出如此没人性的话来 亲妈的正当理论被婆婆驳回 反问亲妈 嫁进别人家里不能生养的儿媳 理所应当的退出不是应该的吗 这话可真是太过分了 难道允珠是伤体吗 养母说这就是你们家的命 老天就是来考验你们的 要是经不住考验 娶十个媳妇都生不出来 养母和亲妈一同为允珠发声 也抵不过咄咄逼人的婆婆 见他们没有领回允珠的意思 更是破口大骂 双方的争执不休 让刚回到家的允珠听得一清二楚 她气不成声地问婆婆 为什么要闹到如此地步 而婆婆却不依不饶 而更让允珠气愤的是 自己的两位妈妈并没有做错什么 为何要骂两位妈妈是诈骗犯 这样的骂声 任何当子女的都接受不了 姨妈也冲出来 指着婆婆的鼻子 骂她没人信 吼着让她赶紧离开 经过婆婆的闹事 允珠的心里堵得慌 她十分爱鸡俊 胜过爱自己 但因婆婆的关系 这份婚姻也不得不停止 而同样爱着允珠的鸡俊 为了不让允珠活在被轻视的日子中 她不再坚持 也许放手是对允珠的另一种保护 赶走不能生养的儿媳后 她开心地手舞足蹈 还说自己终于帮家里干了一件大好事 允珠和鸡俊离婚没多久 婆婆又开始盘算着 如何将大孙子接过来抚养的计谋 还想过派人把珍西藏起来 制造袖珍无能力 看好孩子的状况 以此通过诉讼 抢回珍西的抚养权 惠琳得知婆婆的诡计 内心难以理解 怎能想到如此卑劣的计谋 要去伤害秀珍呢 她的心开始忐忑不安 原本她与承俊定于10月结婚 可当她见识到婆婆的心机后 她害怕了 好怕自己会活成允珠 或者秀珍那个样子 于是她向承俊表明内心的想法 因为婆婆的关系 产生了丧失结婚的信心 承俊虽然有替妈妈解释 想挽回惠琳 但好在惠琳懂得爱自己 远离这样的奇葩婆婆 婆婆的心情大好 和宝盈一块出来吃饭 竟无意撞见允珠和鸡骏在一起吃饭 她一脸惊恶地走过去 两人都离婚了 为何还要纠缠 气得她拿起桌上的水泼向允珠 霸道的婆婆见不得允珠 更认为这是允珠 要与鸡骏藕断丝连 缠着鸡骏不放手 为了送走这个大冤种 婆婆拿出一大笔钱 让允珠再也别见鸡骏 可善良的允珠 怎会接受这真金白银的屈辱 她与鸡骏的感情 又怎能用金钱来衡量 果断谢绝了婆婆的钱 在亲眼目睹 妈妈对允珠种种的折磨后 鸡骏这才明白 只和允珠离婚还远远不够 妈妈总会不停地找允珠麻烦 她对妈妈说 只有自己离开 才能换回允珠安宁的日子 鸡骏为了允珠离开韩国 要飞往肯尼亚做志愿者 当妈妈得知鸡骏离开 气得她突发脑出血 躺进了医院 通过手术才捡回一条命 也许人总是要经历生死之后 才会明白人生的真谛 当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强硬和执念 硬生生将两个儿子变得不幸 才知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不停地自责着 两年后鸡骏回国 而婆婆在这两年间 似乎变了一个人 会写信给鸡骏表达自己的错误 求得原谅 一改以前咄咄逼人的形象 彻底洗白 而鸡骏回国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见允珠 两年未见 也从未阻断彼此的思念 因爱分开 也因爱复合 但允珠也顾及婆婆的态度 不知婆婆还会接受 不能生养的她吗 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当鸡骏正式询问过妈妈后 她不仅没有反对 还说要亲自向允珠道歉 并获得她的原谅 总之总之又总之 这个坏婆婆 在一场突发的脑出血中 彻底洗白了 允珠和鸡骏复婚了 并且还领养了一个孩子 虽然剧中没有透露秀真和成俊的结果 但他们俩之间始终有个孩子 总会将两人重新拉扯起来 因为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总会将当下难以解决的问题 会放在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解决掉 总之 又是一个欢喜大结局 谢谢大伙们的陪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